明述记第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旗下 在自己附加的旗号下安营 他们要在会幕四周稍远的地方安营 在东方向着日出之地 按着队伍安营的是犹大营的旗号 犹大人的领袖是亚米纳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人 在他旁边安营的是以色加之派 以色加人的领袖是苏鸦的儿子拿坦叶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四千四百人 又有西布伦之派 西布伦人的领袖 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七千四百人 凡是属游大营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人 他们要首先出发 在南方 按着队伍是刘本营的旗号 刘本人的领袖是士丢尔的儿子 以利素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六千五百人 在他旁边安营的是西缅之派 西缅人的领袖是苏利沙代的儿子 士露灭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九千三百人 又有加德之派 加德人的领袖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 凡是属刘本营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人 他们要做第二队起行 会幕和立位人的营 要在重营中间前行 他们怎样安营 就怎样出发前行 各按本位 各归本旗 在西方 按着队伍是以法联营的旗号 以法联人的领袖是 雅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零五百人 在他旁边的是马拿西之派 马拿西人的领袖 是彼大肃的儿子加玛烈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三万二千二百人 又有便雅敏之派 便雅敏人的领袖 是基多尼的儿子雅比旦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三万五千四百人 凡是数以法联营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万零八千一百人 他们要做第三队起行 在北方 按着队伍是弹营的旗号 弹人的领袖是 亚米沙代的儿子雅西乙穴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人 在他旁边安营的是雅舍之派 雅舍人的领袖是厄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一千五百人 又有拿弗塔利支派 拿弗塔利人的领袖 是以南的儿子雅西拉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人 凡是属弹营被数点的 共有十五万七千六百人 他们要随着自己的旗号 最后起行 以上是照着他们的 附加被数点的以色列人 所有按照他们的队伍 在众营中被数点的 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只有立位人 没有数点在以色列人中 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照着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行了 他们随着自己的旗号安盈 个人按着自己的宗族 和附加起行 和附加起行 和附加起行